桃圆一名国中生调侃行人过马路的作品帝王调款 获得全国学生美术比赛漫画类特优 不过呢之后却被网友围剿是嘲讽行人的路权 甚至还被网红chip大骂是歧视 不过科技专家徐美华他就声援学生 他认为这个画作就是已经呈现出他的心情了 今天这名国中生的妈妈也透过这位科技专家 曝光了孩子的心情 说小朋友非常正向 更反过来安慰大人高EQ也被赞报